Hello 大家好 我是吴小梅 那这次呢 我来到了德国 那这次的德国之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last minute 的 那是因为我在最后一分钟才收到通知说 有球员受伤退出这个比赛 然后我才拿到这个 替补名额来这里打比赛的 那这次的 德国之旅呢 整个费用 是偏高啦 我自己都不敢算 因为很多像机票啊 酒店啊都是这一分钟 差一定的 所以说费用肯定肯定 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啦 废话不多说 直接算一下 这个突如其来的德国之旅 一共花费了多少钱吧 那第一样of course 是我们的飞机票啦 也就是最最中本的一环 那来的时候呢 这个航线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 也不是说糟糕啦 非常的非常的累人 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太多一分钟啊 完全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有这个航线 我是从KL 飞到Bangg 飞到Bangg Bangg 飞到Munik Munik 飞到Hamburg Hamburg 再飞到Sarraken 就是打比赛的这个城市 那回去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选择啦 所以就不需要转机那么多次 是从Francfurt 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当我们打过去Bug的时候 已经付了 所以这个主办方呢 就把我安排在第三个酒店 可是这三个酒店呢 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没有差啦 那这次的酒店是住在 Intercity Intercity Hotel 那在上网查一下 嗯 一个星期 六就是六晚嘛 在网站上面看的话是 3303 嗯 就跑不掉啦 就是 因为他们会提供班车到 这个训练场啊 比赛场 比较方便 所以住在Official Hotel 是比较 比较方便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伙食费啦 那这里平均一餐也要 20 20 EUR吧 那转换成马币差不多是 100块 点100块的话 7天那就算700块 我来的最大遗憾呢 就是没有尝试到这里 德国特色 德国香肠之类的 因为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真的太累了 坐飞机坐太久了 对吧 20多个小时 感觉到绕地球一走了 然后来到这里我就一直在 啊 就让身体休息啊 调食叉之类的 然后 那些训练完都直接在房间都不想 不想出门的 所以就是 点外卖啊 什么就搞定了 那这里的外卖呢 除了Uber Eats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我念不出来啊 这个Apps的选择呢 是 多过Uber Eats的选择 所以来德国的朋友们呢 大家可以下载来看一下 有什么好吃的 接下来呢 就是交通的费用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乌龙和搞笑的东西 那就是我从KL来德国 我不是一共做了四趟飞机嘛 从KL飞 Bangkok Van Gogh Van Gogh 我去酒店吧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Airport taxi 我就跟他讲 请带我到这个酒店 我就show他 Intercity酒店 因为Intercity是一个连锁酒店 在德国很多分行 然后他就讲 你有什么比较specific的location吗 我讲 没关系你先去Downdown Downdown的Intercity就对了 然后我找这个location给你 他就好 他就说好 他就开 开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我就发觉 诶 我不是还有一趟飞机没有坐吗 这边是Hamburg 这边不是Sabraken 我忘记打最后一趟飞机 然后 然后 我就跟那个Driver讲 诶 听听听 快带我回Airport 我还有一趟飞机没有坐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笑我 真的是太搞笑了 唉 算了啦 真的 我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做这样 这样 这样乌龙的事情 这个 乌龙呢 让我付出了100块的代价 20欧嘛 20欧 转换车马币也就是差不多100块 然后 真正到了这个城市后 然后打车过来酒店 也是要200块马币 因为他这里 Taxi的起跳价是15欧 然后他是一分一分在跳的 而且跳得非常快 一边跳的时候你的心就一边在滴血 然后回的时候呢 我是从Frankfurt Airport出发的 所以我需要在这里 搭这个火车到Frankfurt Airport 所以这个Frankfurt呢 是50欧换成马币 就差不多是232马币 所以总共交通费呢 是500 532马币 所以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环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网络的费用呢 网络我还是一样subscribe 这个Messy's的unlimited plan 一个月是99块 还有什么吗 哦对还有一样就是报名费啦 这个报名费是100块啦 早就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费用啦 所以总共全部加起来 嗯怎么说呢 其实算 算偏贵吧 虽然说是欧洲啦 可是 呃 因为 因为这个是来打比赛嘛 都没有去哪里玩啊 走啊什么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基本就是基本开销 酒店啊 飞机票啊 啊 Transport啊 就差不多要花这个价钱 嗯 我觉得是值得的吧 只算是值得 因为本来这个比赛真的是 没有我的份的 真的是因为有人 最后一分钟推出我才有这个机会 来自己打比赛 所以这个比赛有事有得 加油吧 各位 ok thanks bye